俗话说 钱是检验感情的最佳标准 夫妻之间谁来管钱 一直以来都是争议不断的话题 有些夫妻各自管钱 最终还是为金钱反目 有些夫妻即使一方手握财政大权 关系却始终如胶似漆 由此可见 婚姻不是一道理 并非一个简单的选项 就能判断是非 不同的夫妻对待金钱的态度不尽相同 走向婚姻的结局自然就会不同 重要的是 夫妻间能否在金钱问题上达成一致 自私的婚姻不闻不问各自管钱 教育家杜威说 家庭中正常关系的失调 是以后产生精神和情绪的 各种病态的肥沃土壤 很多时候 毁掉一段婚姻的不是贫穷 而是自私 维系婚姻的秘密中讲了一个故事 玛雅和维尔是一对新婚夫妻 两人明确分工 一人主外 一人主内 但当生活遇到难处 需要互相扶持时 夫妻俩却像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玛雅在家里做饭 洗衣 扫地 还要照顾不到两岁的孩子 每次忙得团团转时 维尔却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 总未想过要帮妻子分担一下 后来 维尔的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 眼看就要倒闭破产 玛雅却不愿意拿出自己的钱 帮丈夫渡过难关 眼睁睁看着丈夫陷入深渊 两人日日抱怨 嫌弃对方 彼此都只想守住自己的利益 原本甜蜜幸福的小夫妻 就这样成了一对怨偶 甚至做出了出轨报复的行为 婚姻也逐渐走向了破裂 婚姻里最忌讳的就是自私 如果两人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对于对方的喜怒哀乐 冷艳旁观 长此以往 再大的屋檐也挡不住风雨俊来 作家三毛和丈夫何希 有个共同好友米盖 米盖结婚后 妻子贝蒂全权负责家里的财物 几乎垄断了家里的经济权 有次 何希开车送米盖去机场 这门刚关上 贝蒂突然惊叫了一声 向车子跑去 随后把米盖拖下车 把他口袋中的两张钞票拿了出来 说道 何希送你去 你的计程车钱可以交出来了 米盖有些生气 我不能一毛钱没有上飞机 我要在那边待七天 但贝蒂振振有辞 你在宿舍里有吃有住 要用什么钱 然后他转过头对三毛说 我们存了快二十万了 如果我不言 我们哪里有将来 贝蒂从不考虑米盖的感受 强行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把丈夫推得越来越远 久而久之 米盖变得沉默寡言 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婚姻名存失望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 家庭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任何一方的缺席或自私自利 都换不来一段婚姻的幸福美满 也称不起两个人的安稳未来 人之所以结婚 本就是因为人生不易 需要找一个人同舟共济 夫妻之间 唯有彼此理解互相兜底 才能让感情更加牢固 家庭保持温暖 和气的夫妻 有商有量一起管钱 国外有项调查研究表明 每周至少谈一次钱的伴侣中 78%都感到幸福 而几个月才谈一次钱的伴侣中 感到幸福的只有50% 夫妻之间经常谈论金钱 有助于彼此关系的和谐 就像作家汤晓晓所说 不要觉得算账就亵渎了感情 只有先把账算清楚了 才能闭着眼睛享受爱情 她曾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刚结婚那几年 因为要在家带孩子 所以家里的财物都是她在管理 大到家里的重药开支 小到孩子的奶粉尿布 让她忙得晕头转向 生活一团乱马 后来工作越来越忙 她决定和丈夫一起管钱 夫妻俩每年都会抽出时间 来做财务整理和规划 他们会理清每笔开支 控制不合理地花销 提前制定好来年的计划 照顾到家中每一个人的需求 金钱上的共同规划 让他们的日子如鱼得水 夫妻关系也无比和谐 夫妻的财务计划一书的作者 爱吉安伯格认为 绝大多数夫妻都有对待金钱的困惑 但是他们面对困惑的办法 却是什么都不做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 想在财务上不伤感情 就要彼此沟通得当 达到目标一致 开诚不公地交流 对于金钱的态度 财务的规划 才不会让负面情绪越堆越多 这也是婚姻生活中 不可忽视的一份安全感 很认同情感专家图类的一句话 夫妻是一种深厚的缘分 这场缘分是从两个人相爱开始 直到一个人去世结束 而维持这段缘分 最重要的就是尊重 有伤有量 有伤有量多多交流 能避免很多矛盾 是家庭和睦 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而是两个人彼此一微的港湾 共同规划财务 是给予伴侣最基本的尊重 一个家庭最好的模样 就是让伴侣感受到 我的世界一直有你同行 不分彼此 我的未来计划始终有你 不离不弃 幸福的婚姻 谁有能力谁贯权 毛利在全职爸爸里写道 家就是两个人的互相支撑 有人出钱 有人出力 并不用分男女 更不用分胜负 李承贤和气微结婚近十年 他们的婚姻生活 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李承贤不仅主动包揽家务 担起全职奶爸的职责 他还上交自己全部资产 让妻子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他了解妻子独立好强的性格 也清楚妻子的能力 于是选择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 默默做背后的男人 两人的爱情感动了全网 被网友称作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就是婚姻最幸福的模样 大海里有一种小丑鱼 他们生活在珊瑚里 珊瑚负责提供住所 而小丑鱼负责为珊瑚吸引浮游生物 两者互帮互助彼此信任 相处得很愉快 其实夫妻就像是珊瑚和小丑鱼的关系 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相互付出才能成就婚姻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 洛宇珠是一个商业天才 他在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 懂得如何开源节流 把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丈夫陈江和理财能力一般 所以他对于妻子管理家里的财政 也是百分百的放心和信任 在他们相互信任 共同经营下 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二人恩爱到老 学者妮娜·欧尼尔说 信任是婚姻关系中 两个人所共享的最重要特质 也是建立愉快的成长的关系 所不可或缺的 有了信任 便能减少对于金钱的争执 彼此心安 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永远不要忘了 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不是生活的全部 人生下半场 与其为了管钱争吵不休 不如少点计较 把婚姻经营成最美好的模样 成年人的婚姻里 其实向来不缺这样的人 他们说了一千遍顾家 讲爱却不讲钱 要么根本不赚钱 要么赚了自己花 嘴上全是责任 心里都是自己 他们说了一万句爱你 也不帮你搭把手 在家要你家务全包 在外要你独自打拼 口口声声爱你 却从不帮你 他们像一头未进化完全的兽 总在婚姻里 露出最残忍 也最自私的本性 可是偏偏 好的婚姻里 既要谈钱 也要帮你 有一个网友说 他认识一对夫妻 结婚二十年 依旧恩爱如初 在他们的关系里 没有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 只有买单 和帮你的相互成就 妻子理解丈夫赚钱的不易 所以自己总是努力工作 为之分担养家的责任 她总说 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顶梁柱没了 家会到 丈夫则感念 妻子去家的辛苦 每天早早回家 给妻子搭把手 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当身边的人 谈及妻子 称她为顶梁柱的时候 她知道 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主心骨没了 家会散 我每每对婚姻失望的时候 总喜欢往他们家跑 不是因为 他们相处多么浪漫 多么伟大 而是因为 那种夹杂在 日常琐碎之间的 细水长流的感情 让我能感受到 婚姻的美好 成年人的世界里 谈钱的婚姻才靠得住 邦尼的婚姻才守得住 一张张账单 承载的是养家的责任 一次次搭手 传递的是爱你的温柔 所以啊 谈钱和邦尼 才是婚姻里 最好的幸福 傲慢与偏见里 有这样一句话 只考虑金钱的婚姻 是荒谬的 不考虑金钱的婚姻 是愚蠢的 人生的幸与不幸 往往都与钱有关 婚姻亦是如此 有的夫妻各自管钱 看似独立尊重 却是为自私找的借口 有的夫妻一起管钱 有伤有量 彼此真诚相待 和睦相处 有的夫妻不计较得失 能者管钱 慢慢感受 细水长流的幸福 年轻时的爱情 是风花雪月 弹情调 成年人的婚姻 却是柴米油盐过生活 避不开忙里忙外 商人自商的难题 也少不了房贷车贷 水费电费的账单 对于成年人来说 最好的婚姻 除了拥有一致的金钱观 还有执子之手 与子显老的决心 因而 优质的婚姻 都是实实在在的 有顾家的甜言 也有金钱的交付 有爱你的秘语 也有帮你的行动 往后一生 愿你的婚姻里 有人商量 有人帮你 愿你遇见 属于自己的幸福 过好自己的人生 好的夫妻 都会在金钱上领得清 好的婚姻 也不会因为钱 而伤了感情 愿你相守的伴侣 心中有你 眼中有你 大事商量 小事原谅 不争对错 不翻就账 相濡以沫 携手一生